千千,有办法不使用U盘就能重挂电脑系统吗? 其实重挂Windows 10系统真的需要到Windows 10官网下载安装戒指 然后用它来制作U盘安装工具才能重挂Windows 10系统吗? 其实不用U盘也能重挂Windows 10系统 嗨,我是千千,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就教大家如何不使用任何的工具就能重挂你的Windows 10电脑系统 在影片开始之前,如果你还没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就点击红色的按钮订阅我的频道 也别忘了打开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的新影片通知咯 在开始重挂之前,大大们确切把你电脑里最重要的文件 备份到其他的U盘或是外接硬碟等 因为接下来的操作会将你电脑里所有的软件和文件都会扫空 首先我们按你键盘的Windows键加I 过后点击更新和安全 接着在左边选项找到修复 我们就点击重置此电脑的开始 接着它就会出现一个初始换这台电脑的面板 我们点击删除所有内容 然后我们点击本地重新安装 这里我们点击下一步 之后确定没问题后,我们点击重置 这里它就会准备重置 我们就耐心的等待它跑完 在这时候你可以去手机开把英雄联盟 或者盯着屏幕等它跑完也行 好,当它出现这正在重新启动时 就表示你的电脑将在几分钟后重新启动 来到这画面就代表系统正在重新启动 这是你的Windows 10 系统 这里需要点时间让它跑完 那它们就要耐心的等待 你可以去手机开把游戏 或是盯着屏幕等它跑完 跑完后电脑将会重新启动 当屏幕出现这画面时 这一位电脑正在重新安装Windows 10 系统 安装到一半时 安装到一半时 电脑将会重启多一次 进入这画面就代表系统成功的安装 我们就等待进入设置页面 这里我们选择我们的国家 过后点击是 这里选择你要的输入法 过后点击是 这里我们点击跳过 点击接受 点击接受 设置页面 过后点击下一步 这里大家们就登录你的微软账号 如果你没有微软账号 就点击创建账户 而如果你不想使用微软账号 我们可以点击左下角的拖机用户 这里我就选择拖机用户来做示范 在这里我们点击左下角的有线体验 这里输入你要的用户名 过后点击下一项 密码要输不输入随你 点击下一步 点击接受 最后等待进入电脑桌面就完成了 由于我是使用虚拟机安装Windows 10系统的 所以我就安装驱动把比例调整回来 这样我们就不使用任何的工具重灌好了Windows 10电脑系统了 好的影片结束了 至于我不做Windows 11的升级的原因是 我电脑做不到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别忘了在下面点下一个喜欢 如果你还没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就现在订阅我的频道 也别忘了打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你就不会错过我的新影片通知了 我每个周日晚上8点准时发布新影片 那么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See you next video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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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Is 走 哈哈 compartil